欧洲各国正在适应跟病毒共存的过渡期 捷克这个周四午夜开始解除大众交通运输口罩令 而克罗埃西亚也全面的摘掉口罩了 迎来疫情之前的正常生活 比利时还没有解除大众交通口罩令 许多民众开始违规 光是这个月就开出了140张的罚单 美国拜登政府宣布 搭乘大众交通运输的强制口罩令 还要延长到5月3号 希望是借由这段时间搜集更多的 Omicron亚型变异株的数据之后 再来做决定 当全美各地陆续解除室内口罩令 但搭乘大众交通运输想摘掉口罩 恐怕还得再等等 拜登政府13号宣布 原本将在下周一到期的口罩令 决定延长15天到5月3号 关键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希望争取更多时间 搜集足够的Omicron亚型变异株BA2数据后 再来决定 现阶段美国民众搭乘大众交通运输 无论在飞机上车厢内或是车站航下 都要强制佩戴口罩 多家美国航空公司联署声明 希望联邦政府尽早解除禁令 但美国正出现部分地区确诊数上升的迹象 让各级政府不敢大意 例如废城是近期恢复室内口罩令的都市 目前全美单日确诊数平均为3.8万人 虽然有部分地区确诊数开始扬升 但还是低于去年7月的高峰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预估 未来四周全美还会增加1.1万例新冠死亡 让美国在今年5月累计死亡病例正式突破百万 但好消息是死亡比例正在下降当中 根据美国易普所最新民调显示 只有不到10%的民众认为疫情仍是危机 还有37%的民众表示已经恢复疫情前的生活 世界卫生组织12号发布每周流行病学报告 统计上周全球新增病例较前一周下降了24% 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周的下降 新增死亡病例也较前一周下降18% 但现在还不是对病毒降低警戒的时候 目前仍被美国CDC列为高风险旅游区的欧洲 正在适应与病毒共存的过渡期 捷克从14号午夜开始 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将不再强制戴口罩 捷克目前平均单日确诊数约为4000人 但专家认为因为轻症或无症状者居多 很多人都没有接受检测 研判确诊数可能为官方登记的两到三倍 而住院人数则不到1400人 克罗埃西亚上周六也正式解除口罩令 店家直接把标示贴纸撕毁 免口罩上法廊或是到超市采购 完全恢复疫情前的日常生活 不过也有民众自发性的戴上口罩 镜头转到比利时 巴士车厢内很多人都没戴口罩 但政府的口罩令其实还没解除 比利时当局光是这个月就因此开出140张罚单 最高罚金可达350欧元 约合台币1.1万元 南半球的纽西兰13号重启国门 准许澳洲民众入境 这是从2021年中以来的首次 不少民众好不容易与家人重逢 在奥克兰国际机场机动相拥 原本坚守防疫清零的纽西兰 在奥克兰蔓延后决定解除部分防疫规定 期盼提振观光解决劳工短缺问题 开启与病毒共存的时代 仍有许多未知的挑战在眼前 TVBS新闻综合报道